今天跟老铁们聊一聊雨术开简 因为一年雨术有两个生长期 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 现在春天生长期已经走过了半个生长期了 因为进了夏天它不生长 那么到现在起码是三分之一错头了 这个生长期 它的调味已经长了 半七八糟已经长了 长的已经长了15公分左右 到20公分左右 乱七八糟 那么今天一套手脚呢 跟大家聊一聊 主要是平衡 就是墙牙把它剪掉 落牙停在那里 毛剪剪好了 那么到应该是在五月中旬 你可以剥叶修剪 全部可以上去了 那么第二轮新叶会长出来 今天只要把这个墙牙挑掉就可以 这个墙牙挑掉 看上去简单 其实很重要 这墙牙挑掉 它的落牙会长出来 这个是落的墙牙 真正的墙牙是这个墙牙 10公分 15公分 20公分 这种牙把它挑掉 挑掉了过后 它里边的 像这种的落牙 看见 这种都是落牙 这种属于落牙 让它落牙强劲出来 那么这套手脚主要叫 我们的教法叫平衡 强落牙平衡 压制强牙生长 把落牙 那这样一个好处是 它光照全部进去 保证里边的落牙 健康生长 你如果不制套手脚不住的话 可能落牙 缩在里边要导致死亡 严重的导致死亡 不严重的就是 这颗东西要会淫成不健康 那么就 你有一点失得起烦了 那一颗东西几十年养下来 如果碰到这个情况 你这套手脚配上去 那就可以年复一年的延续下去 那么就是这个季节 你感觉 墙落牙 如果对比厉害的话 把墙压压止掉 看 这种箱看一下 整个年功已经不得了了 到时候波罗鱼还要好看 好 这颗先放一放 还有一颗呢 这颗有时候跟刚才一颗 有点差不多的 那么 密度比刚才更好 这颗密度还有点稀稀拉拉 看 鸡布虽然说蛮厉害 对吧 就是还有点空间 这颗没有空间了 那么这个做法呢 既是平衡 又是保形 定位了 就是这颗东西全部好定位了 那就把这个形状保住了 那就怎么剪 那么剪那个整个剪一个就是蘑菇头 把它剪出来 那么 从上往下剪好了 就是从下往上剪 下面剪好了 上面的纸掉掉下去 又要搞卫生 就直接从上往下剪 那就开始 嗯 老天们看清楚一点 就是从上往下剪 我刚才的意思就是 嗯 这样剪好了 一个呢 好剪 一个一个一个三角形 第二个 因为调密度已经到了 这颗东西很成熟了 嗯 可以观赏了 也就这样剪 这样剪 不要搞卫生 你不然从下面剪上面 上面的掉到下面去 那就搞卫生了 然后剪的时候注意 也是个包裹线 哎 下面放大一点 下面放出来一点 那么这个里边也要兜圆 看出来好看 你看大硕形吧 这颗是 好 这颗成熟都到了 那么也不要丢着棍圆 稍微放一点点 这边稍微放一点点 畅图 哎 丢着棍圆太基建了 也不好看 这个 这个就是御所 你这个 每个人的御所点位不一样 对吧 哎 反正怎么好看怎么剪 不得干 剪错了以后 它长出来你再剪 哎 这样就结束了 那么到第二人牙出来 还要好看 那第二人牙出来 全部新牙 跟开春的一样 哎 全部新牙 一束的新牙 哎呀漂亮 哎 今天就是讲的是 就是 一个是保行 一个是 做平衡 刚才那个主要是平衡 这颗 密度 成熟度 比那颗好 就保行 哎 下一次做就是要做 既保行 又要跌 哎 以前我讲过的 所以你们可以分分我以前的资料 哎 整个整个一套系统可以 基本上可以连贯起来 哎 一步一步的 啊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哦